大家好,歡迎繼續回來都拍攏大學經理模式 上一集 Julio Bravo 第一次重返校園 送了一份大禮給武校 個人上演梅開爾道的好戲 再加上一個很爆炸的一條龍入球 毫無疑問,韋斯咸現在已經成為了我們大學的新死敵 By the way,歐洲協會聯賽小賽階段已經結束了 我們就投名出線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輪換陣容來踢 其實我覺得這個歐洲協會聯賽難度不是很高 有皇家蘇斯達的,他們只不過是第二名 然後和夫斯堡還算不錯,但都是一般般 雷欣、彥濠芬,唉,其實這些都不是太強 好了,接著到1月份 這個會不會是我們等待已久的400萬球員 Kipmo Final 在瑞士找到了David Muller 82至94的潛力範圍 我看到這個總評範圍好像都不低 而且有些屬性,我看到速度和傳播已經是不錯的能力 所以David Muller 是不是400萬的球員 HOLY SHIT! 我好像未見過500萬 我好像真的未見過500萬的球員 看一下什麼水準 其實又不用大驚小怪,原來只有70總評 這樣對比之下,你看華倫西亞15歲66 你David Muller17歲76 這樣又沒有那麼誇張 暫時他的防守好像很頑皮 這樣啊 我以為是75左右 租一個賽季馬上用得 這樣的話,我當然調上一線隊是租出去的 又不是很恐怖,這樣對比華倫西亞恐怖很多 其實看到最近找回來的天才球員 都是要靠5顆星5顆星的Kipmo Final 我之前也預告了 Shawn McKnight的水準好像已經跟不上了 所以我們要解僱他 接著的話,我們預算是足夠的 沒有5顆星5顆星 但這個Blake Dunn的話 是4顆星的經驗,5顆星的眼光 請住他先啦 所以珠瑪尼又是時候要轉三個新國家 其實現在剩下的國家數量不多 我看到還有巴西、阿根廷這些二門國家 還在這個列表裡面 首先的話是... 阿瓜多爾,他在這裡還要折了一下 首先是阿瓜多爾 然後來了,一說巴西,結果馬上來巴西 阿瓜多爾、巴西以及斯洛伐克 所以Kipmo Final 在巴西 當然是找進攻球員 巴西球員是進攻天聖 Aaron Nielsen 在阿瓜多爾找防守球員 還記得 安東尼爾華倫西亞 是以前紅魔隊長 他又是右閘 阿瓜多爾就在斯洛伐克找任何類型的球員 好,接著已經是無隊1月11日 我完全沒有留意,原來聯賽杯已經踢到半決賽 我們是為年冠軍,去年就是億敗萬成 今年半決賽就要碰面 喂! 下面是韋斯咸 看來Julio Bravo真是陰魂不散 看回之前幾回合 8強淘汰米道士寶 4強淘汰富俠 第三回合的對手好像也不是太強 哈德斯菲爾德 所以這個晉級之路是真的比較輕鬆的 這場球我們都可以入場 現在Julio Bravo真是陰魂不散 其實4日後聯賽這場球我都計劃入場 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都進級的話 有機會聯賽杯決賽都是踢韋斯咸 我都說韋斯咸是第一死敵 上一集接給韋斯咸之後 接下離無二的比賽踢得不錯 聯賽有擊敗過車路士 當然,和球的場次也不少 對著萬成這場FA Cup 抱歉,聯賽杯的半決賽 我們入場觀戰 By the way,看看賽前報告 萬成這邊之前也說過 Buno-Felanis已經帶上了隊長就標 確實是非常戲劇性 說回我們這邊 其實Braseda是有雙 雙音亭四周 在這個情況下我會這樣處理 盧卡斯絕對有能力踢右閘的位置 Spinner就踢手法 其實現在有些球員還需要再次租者 Galloway 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他現在還在陣中 所以我們就試試Galloway 等等 想試試嗎? 不過Muller這個敏銳道 暫時就是這樣的提堡陣容 第一回合 看成怎樣 好了,我們進入現場了 不要忘記 萬成的左閘是Dinner William 這場球同樣是面對舊主 一上來看到Archigrad射門 其實已經踢了29分鐘 只要把另一個球斬進來 通常都是前臉被人解圍出去 但是繼續固定 最多給了Archigrad Archigrad給了盧卡斯 這場球客串右閘 給了後面的Pereira Pereira給了Verguson Verguson第一時間給了Johnson 所以第32分鐘到Pernum大學取得領先 看來入場最穩固的球員還是Johnson 包括模擬的時候他的數據都是很爆炸的 緊接著已經到下半場的比賽 比較少見 和萬成的比賽不要太多巨公的鏡頭 Archigrad射門 坦白說威脅都不是太大 其實到了第72分鐘已經收了不少主力 因為四天後大戰Julio Bravo 我已經畫了這一天 接著我們看到 背著Pereira也弄了一腳 很少看到他這樣射門 最後是萬成的迫獎 Archigrad射門出現一個低夾心 夏蘭特可以傳給下面的代入 沒有傳到 他又撞邪了 我發現夏蘭特是經常會撞邪的 這個Bug是應用在他身上最明顯的 但是第88分鐘 夏蘭特要單刀一撤 結果高出球門 差點林天光瀨尿了 這個賽季說你看到洛迪高傳中 出來後 幸好我們的防守群擋到 這個賽季好像林天光瀨尿的症狀是得到了改善 但是其實這場球雙方都沒有踢出高水準的表現 好了 四天後就到著韋詩咸的聯賽 看看積分榜 韋詩咸都依然是排在我們前面 上次那場球輸球之後他們就排在我們頭 第1阿仙奈第2萬成呢 萬成11啊 哇 紐卡16萬成第11名 很久沒見過這樣的排名了 看來我們的第一宿敵真的不是萬成 是韋詩咸 其實現在還有一些錢的 有些轉回預算的 但是就等著球探的指令 所以暫時是沒有出手的 看看這個賽前報告 看看韋詩咸最近狀態 最近狀態又不算是很適合 但是確實了 Julio Bravo現在非常之頭的 比英鳳王 92種平的 好了 這場球都依然是這樣調整 Perseda現在都依然是有傷的 所以中堅這個位置上Spirit 然後呢 剃寶 再放上Galloway Galloway還是還沒租出去的 喂 但是這次再次看到 Julio Bravo 真的不可以再丟架了 好了 進入現場了 還是那句 重點會關注 Julio Bravo 這場球的表現 現在上來 Spirit 這個提前站位很漂亮 接著又是 Spirit 攔截了Julio Bravo 的大球 去到第14分鐘 盧卡斯的直殺 給了Johnson Johnson壓入禁 他扎角到射門 過不了門將迪奧夫 然後第26分鐘 Julio Bravo 這個位置起腳 就有點老磅了 但是Pervanty 拿著球 壓制圈 再給多一次機會 給Julio 可不可以 在Julio Bravo面前 威風一次 這個賽果的入場 真的 Julio很平淡 第30分鐘 我們看到Julio Bravo 這個傳中 其實想法不錯 接著已經是下半場的比賽 上半場限制 Julio Bravo 算是限制得不錯 看回這一次的進攻 Kerch 給了Janson 中間空了 Evan Ferguson 這個擺腿太慢了 我現在簡直覺得 Evan Ferguson 是Doplin大學史上最差的隱瞞 Julio Bravo 射門 他現在射門真的 八九不離十 女士都嚇一跳 接著到第56分鐘 就留意到 科老師在哪裏大波 Maxson突然釀出 這個防守的位置 被盧卡斯 結果 科老師的傳中 Kurtus 頭脫破門 第58分鐘 韋斯亞 不脫得領先 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EA的世界 裡面 有一件事叫做風格雙刻 其實球員能力 是一回事 陣型一擺出來 真的會有一些風格雙刻 就是這樣 即是我們這樣的陣型 踢來入圖 踢萬城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對著韋斯咸就很頭癢 我記得我們還在低級聯賽的時候 不知道是MV級還是聯賽杯 曾經是輸過0比4給韋斯咸 接著我們重新開球 很快 又把球權送給韋斯咸 波老師不射 Kurtus 其實是越左懷 定位球很多時候 AI都是這樣 直接送給對方 結果直接給到Julio Bravo 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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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5分鐘 又是King Julio 對不起 King Julio 哎呀 這個招牌 真的令我很懷念 看這個球的慢鏡 那真的水平不一樣 上半場 Janson有個球 差不多這個角度 哎呀 那真的水準 沒有得比 Julio Bravo 他現在一射門 我覺得就真的入球了 好 接著第68分鐘 可不可以進一隻 Janson給了左閘的Kurtus 等隊友 給了中間的 Joel Nock Joel Nock 來到這個禁區 放右腳 右腳再射 散到防守球員 Janson又給了Kurtus 然後傳中 哇 中間起到很怪的 Daniel Torres 出來之後 拍分Deku 整個球 給了Joel Nock 哇 糟了 這些射門真量 你才是真正的掃把星兄弟 軟弱無力的射門 哎呀 沒得比了 Joel Nock 這邊再射多腳步 沒得比了 現在Julio Bravo 已經拉開了這個領先優勢 然後看到托利斯 擺腿又是太順盡了 現在有點麻煩了 中鋒這個位置 下個賽果 真的是Janson旁邊 這個中鋒一定要調整 我跟你說 Evan Berguson真的用不到 好了 佔下來就是聯賽杯半決賽 第二回合的比賽 看看另外那邊 韋詩咸已經是強勢進級了 我不放 我還想踢韋詩咸 我希望在聯賽杯決賽 再如Julio Bravo 這樣真的 我們這些樣本已經夠多了 是時候要作出改變了 Evan Berguson你不要動手法了 試一下托利斯 不過其實托利斯也一般 但真的他們兩個是這個賽季新隱瞰 現在是不可以轉手賣出去的 否則我早就賣出去了 Itsigre這場波不上 上Puster Fraseta的傷勢是真的有影響 這場波我會上Louis Hall 始終盧卡斯這個位置改了很長的時間 現在還需要7個星期才可以改造成中堅 所以這次的話我上Spirit 就作出一個小小的變化 還有 門將這個位置 坦白說 Burger 即是你能力值是多高 但是你講入場的表現 你踢了幾場 確實不原諒 所以這場波 Nabu 重回手法陣容 看看對著曼城的比賽 等等 整天都是這個球衣 整天都是這樣的 所以對著曼城 現在是我們手握著一個球的領先優勢 好,進入現場 到第14分鐘 全球出現了一個失誤 萬聖這邊反擊的機會 給了聖火人斯名宿 洛迪高 溫溫對著防守 吸了幾下之後 不讓行凳 自己左腳射門 擦柱而過 接著我們開龍門球之後 Puster 大波 無緣無緣無故後面 James McGrady 飛鏟 看到這個鏡頭 都知道什麼會有事 給了一封泥匙 James McGrady 直紅 看看這個球的慢鏡 都沒什麼好說 當然是紅牌 所以落後一個球 而且少踢一個人 萬聖這邊很被動 馬上這個定位一球開出之後 Purvendi 在右路活動 全中很準 哇 Jensen 這麼近 艾達神都撲到 不要緊 第二十九分鐘 又弄到那邊 全中 找到了Louis Hall Louis Hall 打過後競 還撲到球 給了Puster Puster 給了Purvendi Purvendi 得著防守 後競 給了Joel Nob 第三十一分鐘 都怕能大陸取得領先 Joel Nob 是坎頭埋場 這個慶祝很搖滾 這些視野 這些想像力 才是我們需要見到的Purvendi 大傷之後 確實入場的表現 好像是大打折扣 希望這場可以找回狀態 嘩 Joel Nob 開始加速 你真的追不上去 左路走廊 給了Purv 第一時間給Jackson Jackson壓入監獄 又腳的護線 還記得他之前 租借回歸球隊之後 有一場比賽 好像就是對著萬成 有一個一條龍的入球 差不多都是這些位置 Curge的內旋 效果很明顯 接著進入保時階段 萬成這邊真的很被動 巴里蘭的射門 也作出一次撲救 接著下半場的比賽開始 給了左閘的Curge 押著防守 撞進入禁區 給了Jackson Jackson近距離 一腳爆射 第50分鐘 3比0 總比分是4比0 再踢下去 要整場慘案出來 真的 現在我們第二個中鋒 這個位置真的不行 包括這場球 雖然是贏過 但托尼斯也沒有什麼表現 接著到了第59分鐘 萬成的進攻來到禁區 跨呀跨呀 夏蘭特射門 這個球是純粹附撈的 夏蘭特這邊 還要整套慶祝動作做完 總比分還落後1比4 可以留意到立洞 這個出擊真的好及時 當然這個失球也不關他的事 接著來其實都沒有創造出 太多有威脅的鏡頭 所以這個場球輕輕鬆鬆 十幾分鐘又踢多一個 最後總比分是4比1 淘汰了萬成 Julio Bravo 我們又見面了 接著到了冬季主會槍的主會節日 還有4小時就結束了 手頭上雖然有點淺 但2000萬現在這個level 很難補強陣容 接著還遇上了一些棘手的問題 我們的兩個青粉球員 Galloway和Bitcher 其實是這個1月份回歸球隊 接著放上租借名單 發現是沒有租借的報價 主會的報價是有的 其實這個也算是Bug 這樣 如果強行留下這兩位球員 大家也看到 他們出場時間是有限的 右閘有Perseda 悶將有Burger 加上WNB Fischer就更加沒有上場時間 如果真的為了這兩個球員的未來著想 我覺得送走他會更加好 因為現在已經轉回截止了 我懶得硬勾他在這裏 所以我會接受王家買到你的報價 不過拜仁無尼克這邊 等等等等 其實Fischer19歲77總評是很有潛力的 但沒辦法 我覺得是屬於EA的Bug 放上租借名單 有什麼理由19歲77總評沒有人租? 這個很離譜的 現在我們當然只能被迫賣出去 真的沒辦法 不是說我想賣走他 出價這麼低 合同 合同好像就快到一年的期限 Anyway 2500萬 我懶得荒廢 因為已經是最後一天 最後4個小時 我不想荒廢潛力 所以我接受這個報價 我們賣走兩位球員之後 現在轉回槍還有一點時間 還有兩小時 轉回預算到4200萬 這樣就不一樣 其實大家看到 我已經收集了很多這樣的球員 我覺得基本上都是轉身球員 很多球員水準很高 但基本上都是剛剛加入球會 不能報價 不過 阿仙奴這個右閘 Cummings 好名 Owen Cummings 是可以報價的 5個比賽風格 死球子彈傳球 牽制技術 永不放棄 88的速度 77的朋友絕對夠用 先19歲 身價3千多萬 那我們可以談一談 好名 Owen Cummings 所以我的報價不用急 慢慢來 雖然說是最後一天還有幾個鐘 但是我不急 阿迪達 你有時候做人 不可以太急 3875萬 還需要思考 好了 甚至這一部分 又要我自由創作 Cummings 在阿仙奴拿55,000 坦白說 81總名 踢英超 拿55,000 是白賽價 但是我都很難幫你加薪 報價之後 還有400多萬的預算 應該都夠搞清份 加多一個 就50萬的簽名獎勵 那看一下 Cummings 這邊 OK 沒問題 5月28號 是哪個英格蘭右閘的出生日期 是萬成的右閘 基爾獲加 所以 Cummings 就是轉生的基爾獲加 其實本身我打算 給他打一個替戶的角色 不過合同這裡給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Anyway 看到他5個比賽風格 速度 其實真的 如果你19歲 有89個速度 雙速 衝刺速度和加速度 都是超級快的 弄弄他的逆竹 逆竹都被攻擊 你還比基爾獲加 可惜 現在右閘 暫時手法位置 就是Persetta 不過其實都未與籌謀 Persetta已經23歲了 接著回到2月26號 復仇之戰 聯賽每決賽對陣韋斯咸 最近球隊狀態非常必 淘汰了萬成之後 FA級淘汰烈絲聯 聯賽最近四場球 贏了三場球 其中包括擊敗萬聯 所以看回到現在聯賽的積分榜 我們現在在前四的位置 後面還是有人追 我們現在排名第三 阿仙奴和萬聯 在後面追 韋斯咸 都還是排在我們前面 一個Julio Bravo 就是起飛了 是不是呢 這場復仇之戰 我有計劃 看看賽前報告 最近韋斯咸 好像狀態都不錯 4-2-3-1 廣域的陣營 是不是 我決定匹配他們的陣營 我又踢4-2-3-1 好了 那我調整好這個陣容 變成是Janson 單中鋒 反正除了他之外 其他那兩件 Verguson和托尼斯 都沒有了 沒問題 你有Julio Bravo 我有Janson 就是 三前腰 Pushka Pavundi 加上Joel Nock Pavundi在中間 雙後腰Pereira 搭當盧卡斯 盧卡斯現在還未改成中間 雙後腰 然後中間位置 我們上Spirit 還有門長 不上Burger 上Nabado Ambu 這個就是我的調整 我覺得之前輸球是陣營雙客 現在應該可以了吧 好了 進入現場了 你看到這個解說 在這裡說 焦點球員 Julio Bravo 行了 不用說太多話了 看回我們第一次進攻 給到左站的腳 不傳中 不壓進去 給到Jason Jason不邪 給到Pavundi Pavundi 整門擋到 然後球突進去 Joel Nock 第十二分鐘 都很怕林大學取得領 你終於睡醒了嗎 齊頭 數把星兄弟 前幾場球你去了哪裡 這場球快速 聰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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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Julio Bravo已經是按不住的勢頭 接著去第26分鐘 Balic傳給Julio Bravo 避開Perreira 避過Lukas 但是還想過第三個 Maxon說我不肯 回頭 Janson這邊弄了腳遠射 接著下半場比賽開始 不錯 上半場限制到Julio Bravo 至少他沒有起腳的機會 對不對 一斬馬鈴 已經是踢到第62分鐘 Persetta原地鑽過了防守球員 接著被Julio Bravo Julio Bravo 傳中後點左閘 Kurt的頭鎚 第63分鐘 都柏林大學2比0領先 給點掌聲給我們阿北哥 一拳一蛇 盡顯王者風範 都說你是都柏林太子 看這個波羅萬鏡 很漂亮的 不是亂交這樣來的 真的看到後點有人 那又不是開玩笑 傳球方面阿北哥一向都很厲害 這一點Julio Bravo 是沒有他那麼強的 阿Dee的女士都知道的 接著第68分鐘 繼續是我們的進攻 Pervente 搞什麼都還可以 最後迪奧夫兩年撲 接著Julio Bravo 給到Janson 有機會衝入這麼多 喂 籌判沒有在這裡 擺明是踢人 只有12馬 回過頭 衛斯咸是否進攻巴黎的傳蹤 艾華利斯的射門 今次裁判就直至12馬 怎樣 怎樣 英竹總有下了order 是不是 老黑都要按住我們都柏林大學 還要給了一張王牌 那玩鏡 艾華利斯出了腳 阿武達名宿艾華利斯 所以12馬大戰 喂 Julio Bravo 大戰 還要按摩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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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碰了你四年 我連你穿什麼底褲都知道 我怎麼會不知道你射哪一邊 接著你的角球 嘩 韋斯咸這邊 門章都上來 不用這麼急 投槌 頂出來 Julio Bravo 對著胸門 一打加速 押著防守球員 Julio Bravo 不正接氣的 第八十八分鐘 鎖定性 北哥兩射一拳 展現球王封閥 唉 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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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Julio Bravo 叛徒在場上 我們就要做出這些恩愛的場面 讓他善望 讓你出門帳 今天北哥什麼水準 嘩 那一下加速再打不住防守球員 然後最後射門這一下 堅決的意志 這些事情 Julio Bravo 絕對做不到 好了 最後裁判出現了 原場的哨聲 3比0 完勝韋斯咸 前面兩場輸球 我都忘記了 這場球添什麼福壽 北哥代表了 這場球才是 兩射一拳 無論如何都比Julio Bravo 坦白說 聯賽杯冠軍 拿不拿就好閒 本身我們已經有一個了 其次這個賽果的目標 都已經不是參加歐洲協會聯賽 當然 蓬佩奧是高興的 Dugiam Pereira 舉起了都佛林大學歷史上的第二座聯賽杯冠軍 最主要是擊敗韋斯咸 最主要是擊敗Julio Bravo 令我很高興 所以兄弟們 接下來在聯賽 我們保持前四的位置 然後還要爬過韋斯咸的頭 這個賽季就叫做圓滿的賽季 好了 今期的視頻到此結束了 這場球很棒 值得大家點個讚 喜歡這個系列的朋友 希望可以繼續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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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